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 今天 我要和你们讲 旅游速写 钢壁速写的一个 一个释放 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经常看到很多漂亮的风景 我们有时会 用摄影机去拍摄 有时 摄影机拍的地方 不一定是 比较我理想的 我们可以用钢壁速写 就是在现场 构思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记录把它 抄下来 那么目的是为了以后的创作 例如我们去到 一些 莫斯科红厂 那么我们要把莫斯科红厂的一些重点的建筑 画起来 那么我们用钢壁速写 那么钢壁速写画得多 的话 我们就可以 在以后的创作中有很大的 这个 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们 例如是去黄山 这些张家界 很多地方 我们全部山把它画起来就费劲 而且不够重点 就像我们平时 吃水果 蔬菜 全部吃完之后 不够浓缩 要吃它的 维他命 最好是浓缩一点 简化一些 如果我们画了很多钢壁速写的话 那对以后我们的创作很有帮助 现在我们 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用钢壁去速写 而只是用水彩 淡彩去画 那么钢壁速写有很多个方式 例如是用钢壁画了之后加水彩淡彩 我以前写生的时候带很多工具去有水彩画 有油画 国画 还有钢壁 甚至素描等等 太多了 现在我去旅游的时候 很简单 第一是画钢壁速写 第二呢 我可能画水彩 或者是画中国画的速写 中国画带一些中国画的工具毛病去速写 那样子就比较简单 这些速写可以成为我以后创作的一个参考 而且是比较 好的参考 拍照片有时候可以 不可以代替这些速写 我们画速写 怎么样可以学好画速写呢 很多同学都问我 怎么样可以画一个好的速写呢 那速写不可以用铅笔 这是我的 病例 速写如果用铅笔去画 不是很好吗 可以改 错了可以改 我劝同学不要用铅笔画速写 一定要用钢笔 错了不能改 这样你画速写 那每一次你用铅笔画速写的时候 错了又改 改了又 画了又改 你就不可以很准确 很肯定 很快速的去画 当你画坏了钢笔速写 你没有的改 错了就错 让你以后 的线条就会很准确 很 决定 决定性 很 果断的去画 这样子你的速写才能够成功 那么如果画错了怎么办呢 就是用 一点点补救的方法去画 画 我画了很多 100张之中 也许有 一半是 不是那么理想的 但是画得多的话这个 好的作品的比例就会多了 我们画钢笔速写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 农书 简化 精炼 的 把 现场的 这些美的 事物 把它农书起来 这样对我们的创作是有帮助的 那么 我们 画了钢笔速写之后 回去可以加工 有些同学可以加钢笔 淡产 淡产的水产 那么钢笔 淡产呢 最主要是不能选用 化水的 笔 去画 钢笔 钢笔 也只是 也就是什么 这个针笔 这是不能够化水的 那就可以画淡产 那么我现在画 去旅游的时候我画数写 就是用 很简单的这个叫做 针笔 就是设计用的针笔 就很简单 就是一本数学本 就可以了 这个数学本和一个 钢笔 是 必要的 写生工具 我除了这个之外还带一些国画工具 都只是水产工具去写生 这样子会轻便 跑的地方要快要多 去旅游很短的几天 然后快又要多 要去写生 然后我平时定期 去 现在就不想来 再非典 全世界都去不到 我平时就去 一些旅游的地方 就是 背着背囊 跑快一点 带着工具 简化一些 我每一次去 一个地方 我都画几百张的书写 带几本的书写本 还有国画本 还有 可能是水彩本 那么 就简练 以前我是带油画非常重非常辛苦 所以效果未必是好的 那么就是要简化和浓缩 如果你要去一个地方要带油画可以 就是专程带油画了 那么你要知道那边的交通费也是 交通的这个 情况可以允许 或者是有几个朋友都是画油画的 那你就带油画去 这样子就会好一些 好了 我们现在慢慢的 可以 跟你们讲 这个莫斯科 红场 我在这个 瓦西里 圣瓦西里 祖教座堂的后面 后面这个地方 画的书写 这个书写呢 我就再回到香港重新画一次 拍摄这个片给你们看看 我原本的书写呢 就在现场画了 那么这两个原理都差不多 步骤也差不多 你可以看到我 写生的一些步骤 我们会 在这个 网络中开始 旅游 速写的课程 这个课程欢迎你们 报读 然后 也欢迎你们订阅我的YouTube 还有片学网 我这里几个网络很多资料 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 讲 如何画 速写 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画了 我们画的时候 画速写的时候 要记住 每一个 最高点 最低点 左边右边 右边四个点 要记住 最高点 例如是这个 教堂的 建筑 最高点不要 顶到 顶上 过了的位置 左边右边的位置要摆清楚 然后构图 这个建筑不要 摆在太正宗 要偏一点的地方 然后 我们先考虑这个 因素之后 就开始画了 画的时候可以先画 其中教堂的一个 尖塔 一个建筑 画了一个建筑的 最高 然后点 然后左边右边画 然后画完一个建筑之后 再画 第二个建筑 这个 瓦西里教堂 他的建筑非常 有趣味性 他很有美感 他上面是 六角形的 建筑 然后下面是 四方形的 他这个角度非常 变化 变化了非常多 然后 这个叫做轮廓线 我们把简单的轮廓 画出来 当画准了之后 我们 再画 第2个建筑 再画 第3个建筑 每画一笔的时候 我们要分清楚 先假设一个 最高 一个建筑 第2个建筑是高过他还是低过他 大过他还是小过他 要慢慢 比较 那么第3组第4组呢 要一面画的时候 一面比较地主的建筑 到底是大过他还是 高过他还是低过他 慢慢 慢慢比较 然后 把这几个 建筑物 轻轻的 勾上 轮廓线 很轻 勾上轮廓线 这个轮廓线 画轮廓线的时候要记住 不要画阴影 为什么呢 因为画了阴影之后就很难改了 最高点的位置要把它确定 然后几个 这个叫做东孤 东孤头这个屋顶 教堂的屋顶是圆的 那几个圆形都有一点不同的 你要慢慢 勾下轮廓线 把轮廓线勾准 勾准之后 记住不要画太多的 阴影 阴影是确认 轮廓线的准确之后才画 这几个建筑物慢慢勾出来了 然后建筑物的门口 把它画出来 来 那我们画的时候 我们心中 看到画面没有画出一条线 我们 心中要有一条 四平线 就是我们眼睛站的位置 四平线 那么 所有画面的线条 轮廓纹 汽车 建筑物 它高于我们四平线 还是低于我们四平线 还是同门四平线 平行 要搞清楚 千万不要含糊 然后我们现在慢慢 画 其他的建筑物 那其他的建筑物 用 简单的线条 我们说浅色的线条 那就是一条线 都是黑的线 我们轻轻的画一条线 不要画太多 把这个轮廓 确认之后才画 复杂的线条 才画阴影 部分 那我现在慢慢调整了 那画上面建筑的时候 要和 画下面的时候 从上面做比较 画左边从右边做比较 互相比较 谁高 谁低 谁的 谁的比例 和谁的比例有什么不同 这个建筑物呢是四方一点的建筑物 那这个叫做瓦西里 主教 座堂 他是 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建筑 事实上在俄罗斯很多瑞士这样的教堂 这个教堂的建筑师传说是给沙皇 看得太漂亮 不希望他做第二件 所以把眼睛 给倒下了 这个是谣言 这个建筑师之后去了卡山 这个城市做了很多教堂 他还 很平安的活到晚年 晚年 这个 这个是俄罗斯的 东正教的教堂 里面有很多壁画 这些你们如果 自由行就可以进去买票 买票进去看 这个古老的壁画呢 哇 非常 久了 久了 久 非常久的这个年份了 大多数都已经是破破啦啦 现在我们画几个 教堂前面的汽车和几个人物 画教堂前面的人物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比例 要和建筑物的比例 我们说要合理 合理的意思呢 有时他站在我们的摄影机 前面要站在我们前面 他会变得很大 大过一个建筑 大过一个座山 但是这个是要不合理啦 我们写生的时候要把这个 前后关系 他的大小 要合理化 所以这人物和汽车呢 我们都把它画的小一点 画的远一点 不好的人物的摆设 我们可以删掉 不好的汽车 我们可以删掉 例如这个停车场很多旅游车 太多了我们来删掉 加一点 雪 这个天气也是很多积雪的 那这个轮廓线画好了 汽车画好了 人物也画好了 整体的比例透视 基本上这个框架都是准确啦 然后 我们就 很精细的去画 建筑物的一些 精细部分 花纹部分 框架 这个框架画准了之后 我们已经去画了 可以画一些窗口啊 一些门口啊 这些地方 有些地方画准了之后 画数学要小心 画准了之后才加阴影 不要太早的加阴影 那么我们 尽量不要加阴影啦 初学的同学不要加太多阴影 然后我们 每一个地方的去 画 加阴影的时候轮廓线要准确才加 那我们现在加 阴影的时候要把一些轮廓 它的消 消灭点的地方 慢慢 画准一点 重复的画准一点 然后它这个叫做 教堂的屋顶 很多 有趣味性的 这个花纹 非常美 每一个 这个 教堂的 顶部 都是不同的 它变化很多 色彩缤纷 然后 我们可以慢慢的去画 这个是钢柜书写 我这副作品呢 没有加彩胜 你们可以画了钢柜书写之后 回去加 彩胜 加水彩 更加漂亮 好 那我们这个步骤画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 确认了轮廓 轮廓准确之后 再加彩影 好 那现在我们 再慢慢加工 这个 这个建筑物它的 花纹很多 很复杂 差不多每一个花纹 都不是重复的 有点相似 但是有点不同 那我们用快速的方法慢慢去画这个 画这个 打个阴影 然后 慢慢去画 这个 我们的阴影记住 钢柜画不要加太深 我们画了之后 如果阴影不够 不够 多的话我们可以用淡淡的水彩 加一点 那么在现场是加不到的 我们要回到 回到 我们的家之后 慢慢加工 那记住 我们画速写不要加工太多 有时越加工多 会把这个速写越加越 越乱 越差 结果整张画都没有了 我经常画到 越加工越倒霉 所以我们画 速写只加工一小部分就行了 要保留它的野性 就是很像 速的 速写的方式 在现场保留它的野性 然后原野的一种感觉 然后速写呢 就是笔法快速 横腔有力 遇法太过啰嗦麻烦 速来速去的话就不是太好看了 然后我们 在这边 去慢慢调整 每加一次 阴影或者花纹的时候 我们要修改它的轮廓线 它的轮廓线第一次是未必太准确 修改用什么修改呢 因为 差不了 我们画好的地方 用阴影的方法去修改一下轮廓线 然后 整张画 画完之后 我们可以 细心看很多地方是错的 因为钢笔嘛 改不了 所以我们要用钢笔去画数学才能 才能练到真的功夫 如果用铅笔老是可以改 老是可以改 画来画去就画不好 你画了100张之后 你还是希望可以改 你就不够 决断 果断 画了线条 那你画钢笔 大约画了10张之后 你的线条就很果断了 怎么画就怎么画 所以要用钢笔 改不了的钢笔去画 速写 我们 这个 旅游 速写 这个是一个课程 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课程 我们将会 有很多 风景写生 旅游风景写生的一些 示范 会陆续的 播出来 你们要 订阅我的YouTube 还要订阅我的Patreon 参加我的课程 叫做 旅游速写课程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